这位美丽的小姐姐仅仅是多少 不多5000外币 这位同志5000外币是不是有点多了 一点都不多 实际上如果不是看在你跟方面认识的份上 我要的还会更高 你们就是想把我们当闻到头 Calm it down Greek just saved my life for this young lady Even if it's 10 times more I will give it After all It's just 5,000 foreign currencies How can it compare to my life Besides This young lady has also shown me The magical treatment methods of Hawa And the pills she gave me to take They all make me very interested 谢谢你美丽的小姐 这是你的肩金 美丽的小姐 你那个药能不能买给我 只要你跟个爱着钱 保存了你满意 约翰先生 实际上我的这些药丸 主要功效并不是治疗过敏的 什么不是治疗过敏的 那你竟然还敢给我 和其害羞这么贵的真心 你这个偏心 我说的是主要功效 并不是治疗过敏的 如果你听不懂就请你闭嘴 随意打断别人的谈话 这种无理又野蛮的行为 可配不上你自以为是的高贵身份 你在这么无礼貌犯 我不介意跟你点教训 你敢微笑啊 你知不知道我可是来你们 这位女同志忍住 不要个外宾起冲突 对你没好处 这里是我们华国 我站在自己国家的国土上 难道还要忍受一个外国老的欺负 别人都欺负到我们家里来了 你还要我忍 抱歉我没这么大的度狼 他是外宾又如何 既然是打算来我们国家做生意的 那就更应该摆证自己的态度 毕竟做生意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 像从我们国家赚钱还这么嚣张 哪来这么大的脸 而且这种连基本的尊重都不懂的人 根本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 与这种人合作 也有被与我们国家平等互利的外交政策 我们华国地大物博 物产丰富 世界上想要跟我们做生意的外宾不计几数 还愁找不到生意伙伴 这种人的生意不做也罢 朋友来了我们又好久 豺狼来了我们又猎枪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 我们的战土在战场上流血牺牲 就是想让我们国家的人民 不是外国人的压迫欺辱 而不是让他们在我们国家耀武扬威的 说完 他看向克里克 是一克里克道歉 克里克迫于压力 不情不愿地低头道歉 我们华国人有句话叫合计生财 约翰先生我相信你是带着合作的诚意来的 不然也不会不远万里的来到这里 但是出门在外 最好还是约束好自己的言行 互相尊重的好 你觉得呢 你说得对 那么美丽的小姐现在能跟我谈谈这药丸的生意吗 约翰先生相信你刚才服用过一粒药丸 也察觉出来他的药效不一般了 这药丸的好处不仅仅能治疗你的食物过敏症状 它最主要的功效其实是在于滋养身体 修复岸伤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的 里面的药材有一百年份以上的野山山 三百年份以上的灵芝草 以及不下十种名贵药材 经过十分严苛繁琐的手法研制而成的 所以约翰先生十分抱歉 这药丸我不能卖给你 之前救你是因为医者人心 不想看你年纪轻轻救命丧一国他乡 也是为了帮朋友的忙 所以我只是向征兴地收了你一点点诊金 结果反被你的朋友如此误会 我实在不想再承担一个强盗骗子的罪名 而且我光是寻药就花费了很多时间跟精力 机缘巧合下才凑齐一副药 也仅仅只制成这十颗药丸 我想把这些药用再更能体现它们价值的地方 美丽的小姐之前的 却是我们不动和过正义的现体会有您 但是现在我喜欢形成医生 要购买您手中的药丸 希望您能改这钱好想让 一个八千外币如何 八千外币 我的老天呀 叶薇薇很是纠结了一番 约翰先生这些药丸我不能全卖给你 最多能卖给你六颗 之前你已经吃过一颗了 再吃六颗正好是一个疗程 相信你的身体体质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那还我免你收脚钱你收脚货 等火车到达终点站西北宁市 叶薇薇和货销便去了银行办理外币兑换 从银行出来的时候 叶薇薇手里多了一本13万多的存折 以及一大陆外汇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